印尼台政府昨日1月14日表示,该国家出台新规要求电商卖家,与印尼政府共享用户数据,并强调电商卖家必须满税。 随着印度尼西亚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的激增,以及中产阶级收入的不断提高,这个拥有2.6亿人口的国家的电商领域,正成为外国投资者的新战场。 2018年,印尼电商市场规模达80亿美元,去麦肯西咨询公司McKee预计,印尼电商市场将大幅增长,到2022年,其规模将达到650亿美元。 可以说,印尼电商市场的增长轨迹,将与中国在2010年至2015年间的增长轨迹是极其相似的。 为此,印尼政府正试图从这个传统零售商口中的避税领域分一杯羹。 根据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发言人Hastika Saksama的说法,新规将于2019年4月实施,借属所有电商平台的运营商,是向有关部门详细报告每个卖家的营业额。 Saksama在声明中指出,行规适用于该国所有电商平台运营商,包括Lizardo,Talkpedia和Yukalabak,这两者都得到了阿里巴巴的支持,后者则获得了蚂蚁金服的投资。 印度税务部门表示,营业额达48亿硬币顿,和33.9943万美元的电商卖家都必须向客户收取增值税,并缴内给当局。 该部门进一步指出,如果中小型电商卖家,预计是缴纳营业,额0.5%的所得税,大企业则需缴纳25%的企业税,该收税标准与印度传统零售商一致。 印度税务部门表示,行规定的实施,是为了实施场上的每个参与者,明确自己的缴费义务,也是为了满足传统零售商的要求,创造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。 据CNBC印度台报道,印度电子商务协会简称IDEA,严厉指责了印度政府的电商新规,并呼吁政府推出新规的实施,给相关卖家和企业更多的准备时间。 IDEA指出,新规矩针对在电商平台上运营的电商卖家,而IDEA研究发现,在业尼只有19个在线卖家,专门在电商平台上销售产品,85的卖家使用社交媒体销售,或两种兼有。 一旦新规出台,卖家竟然有可能为了逃税,转向社交媒体平台。 此外,业内人士还表示,政府的新兵税计划,将遏制该新兴行业的增长。 Talkpedia和Ukla Pak俊表示,仍在研究新规可能带来的影响。 IDEA主席Igniteu Sinti强调道,呼吁政府推迟监管并不意味着IDEA支持卖家逃税,而是希望政府能够详细说明,新税将对印尼经济做出的贡献。 我们更希望政府能够完善整体税收制度,并与我们一起进行一般新研究,以确定该宝贵实施将获得的经济效益。 Igniteu Sinti说。 Igniteu Sint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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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gniteu Sinti